視頻鎮區有一間百貨商行 日前發生一起結帳烏龍 店員結帳時 忙著幫客人測試電信的耗材 不小心把兩百一十九元的金額 物值為二十一萬九千兩百一十九元 銷售金額暴增千倍 要是找不回發票的話 店員恐怕要自付高額的營業稅 店員急著在臉書貼文協詢 遠景看到之後 短短三十分鐘之內 就幫忙找回發票 讓店員好感動 就是這張發票 相同清除的記下金額二十一萬九千兩百一十九元 到底買什麼這麼貴 原來桃園市平鎮區這家百貨商行 日前發生一起結帳烏龍 客人原本買了這一款售價兩百一十元的充電線 結果店員結帳時 因為忙著幫其他客人測試電信耗材 就像這樣子 不小心把兩百一十九元的金額 重複打了兩次 變成二十一萬九千兩百一十九元 銷售金額暴增 要是不找回發票 店員恐怕要自付高額的營業稅 讓他睡不著覺 因此在臉書上PO文寫詢 還好有員警在網路上看到貼文 立刻主動幫忙 快速查詢三十分鐘內 就發現這名顧客是住在店家的附近 那最後也順利聯繫上該名顧客 並取回這張烏龍的發票 短短三十分鐘內 就幫忙找回發票 讓店員好感動 因為一時疏忽讓價格多了一千倍 不過也提醒大家 搜尋發票室最好可以檢查一下明細 也可以順便減少消費糾紛 華誌新聞物權員莊宇傑桃園報道 然後看一下人家 雙泉